歡迎收看 有人這樣說過你嗎 有嗎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嗎 我本身是小康家庭 小康家庭是不是 年紀輕輕就是出來社會 打拚探子 靠自己 對不對 我沒有含著金湯匙出聲 沒有 那就糟蹋了 太燙 含塑膠湯匙 對不對 但是在社會上面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甚至有彩券行好像要招人 對 他是在蒸人 那他謝絕媽寶 還有千金小姐來應徵 就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對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就覺得說是不是對千金小姐 有一些比較負面的觀感 刻板印象就好像就是 家裡有錢比較不會做事 拜金 拜金 對 奢侈 奢侈之類的 真的是這樣嗎 不 其實我們華人社會 本來就是這樣 有些話在私底下講的時候 是讚美 只要是太多人 當你對大家講的時候 它就變成有一種負面的感覺 怪怪 你在私底下你要是讚美人家說 這是你的千金小姐嗎 這樣講話就很OK 對 對不對 但是你要在大家面前說 她是千金小姐 去看就覺得 好像有一些就是負面的感覺 對不對 但是大家為什麼會這樣子覺得 千金小姐好像有一點負面 是因為仇富心態 酸葡萄心理嗎 我覺得酸葡萄心理有一些 像我有時候就Instagram 有關注一些就是 家裡很有錢的女生 然後他們都會常常秀一些包包什麼 我們會想說 怎麼樣 我就是來不及能把你關掉 對… 對 我今天又到哪裡度假 對 之類的 對啊 為什麼只有你們可以去 我們都不能去 對不對 我們班上有沒有這樣子的人呢 請問一下大家 班底裡面誰是比較難搞的千金 或者是公子… 公子哥 有沒有 雅莎 妳說Emily 對 因為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Emily 她用的東西都很新 她iPhone一支新 她就一支換 然後連那個相機都是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猜Emily家裡應該是產狗 為什麼 因為產狗 我有認識一個產狗的她 她是男生 她台語超流 我覺得Emily一定家裡也是產狗 因為要跟那些電農溝通 對 然後去收那個 租金 真的 對 所以真的是這樣嗎 Emily 沒有 不是 我會講台語 是因為就是我外婆 就會教我講台語這樣 那妳iPhone怎麼可以 一直拿到最新的 對 我只有第一支iPhone 是拿到就是最新的 因為那時候是台灣還沒賣 然後我跟叔叔去工作的時候 就是順便幫我帶 一提天炫耀 台灣還沒賣 對 妳看叔叔幫我帶 跟叔叔是真正有寫緣關係的叔叔 好… 那我就放心了 不是有戀過的叔叔 但是妳寫的是 夢夢跟齊藤 因為我看夢夢 她也可以常常就是跟朋友出去聚餐 而且就是可以去就是跑趴或什麼的 然後像齊藤 她又很喜歡亂買東西 然後就是全新的東西又把它賣掉 我就覺得齊藤超浪費的 但是這邊 夢夢沒有要反駁的意思嘛是不是 有啦… 我就是這樣 沒有啦 我就是大家都很愛吃東西 為什麼 對啊 大家都很愛吃 我就是比較更熱愛吃東西一點 是 但是都是花自己賺的錢 我花自己賺的錢絕對是 是 應該是花我爸賺的錢 妳不是自己賺的 對啊 可是我又不是花別人的錢 錢金的想法… 我要先說那個啦 罐罐 罐罐他真的是很誇張 他是不做大眾運輸捷運的那種 他就是連悠遊卡都沒有 有一次最誇張 有一次那個我跟他約 蹲男前櫃唱歌 然後他說他在小微風 我想說好 那他應該要 就是走路來要一陣子 結果就看到他風塵浦浦 坐計程車過來 他就在小微風 就是蹲跨旁邊的小微風 然後他也要坐計程車過來 所以他人生當中沒有結 那個悠遊卡嗎 他沒有 我以前沒有悠遊卡 真的好 他很討厭 可是我以前有悠遊卡 可是我後來實在是 我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不一定 也許你其他地方 有別人節省的地方對不對 對啊 哪裡 沒有 講不出來 沒有 因為沒有悠遊卡 那是因為之前不是捷運出事情 我就覺得很恐怖 我就不敢坐捷運 所以就沒有在坐過捷運 然後公車我覺得很擠 很不舒服 千金的 超低的 說服貴 現場任何人 真的 沒有安靜 雅雀無聲 我們今天其實同學推薦了 四位千金小姐來我們節目裡面 這四位推薦人在哪呢 就前面這四位好不好 她們的朋友 是 第一位是Emily對不對 對 就是我今天要介紹一個朋友 她是我從國中就認識的朋友 可是因為她可能就是家境環境也不錯 然後她臉也有點臭 所以就會讓家覺得說 她有點難以親近 然後尤其是男生都會 雖然她長得不差 可是都有點不敢追她 就有小距離感 我們馬上歡迎第一位囉 一起歡迎東吳大學國報系四年級的 Emily 歡迎 房產千金 Emily出場時就充滿著親切的笑容 看起來隨和的她 不說還真不知道是為房產千金呢 妳好 妳好… 好 請問一下大家 Emily的外型會讓妳覺得說 高傲或者是難親近嗎 應該還好吧 其實有一點 不會吧 是不是 孟孟妳覺得呢 我覺得不會 她像是那種很好親近的ABC 國外留學回來的 因為他們都很喜歡穿 那個牌子的鞋子 Emily 因為妳今天有帶 妳平常帶的包包 對 就是妳上學還是 平常比較會用的 上學都她這麼樣的裝書 這也是名牌 這也是名牌 對不對 設計師也是台藝 對不對 對 她叫做 Alexander Wong Yes 好厲害喔 對 厲害 但是妳這個常常被人家說 男親近 妳自己會不會覺得有點困擾 有一點 因為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人明明就很好 只是妳還沒有認識我 妳怎麼會說我男親近這樣子 所以妳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 其實認識我的朋友都會覺得 其實我沒有看起來那麼可怕 一開始大家都會覺得說 第一印象覺得好兇喔 可是其實實際相處之後 大家都覺得其實妳不是那樣 等一下好好研究喔 好 歡迎妳喔 幫妳找個男朋友 謝謝 第二位推薦人是Dora Dora妳可以形容一下 妳的千金好友常被貼上手標籤嗎 就是她常常被覺得說 她的口袋超深 然後錢都用不完 因為她就是那種 因為她長得很轉 然後 長得很轉 長得很轉 超好奇 她在外面跟我們大家一起吃飯 吃完不是大家要share那個錢嗎 可能吃盒菜什麼要share錢 然後她就會說 她就會用很拽的臉說 沒關係 不然我先付好了 我覺得如果我就是不認識她的人 旁邊的人就會想說 妳在拽什麼拽 財大器出的感覺 可是她不是那個意思是不是 不知道 請她出來聊一下 好想看 歡迎華蓉 歡迎華蓉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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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蓉 黃蓉看起來相當俏皮可愛 真的有像Dora說的才大氣粗嗎 我們馬上來問問她吧 妳好 這臉不拽啊 對啊 哪有拽 就是不笑的時候也比較拽而已 妳不笑我們看一下 那不笑看一下 那妳說 那我先付好 那我先電好了 沒關係 妳們之後就是 有時間那黃蓉就好了 有拽… 有拽嗎 這個有… OK 但是她自己是這個 家裡面是做教育行業對不對 家裡面是做書箱 媽媽是校長 媽媽是校長 而且好像學校也辦得滿多間的 對不對 在海外 OK 很厲害 好 從她身上的細節 哪一點有散發出千金小姐呢 大家覺得 來 佳恩妳覺得 就她的包包 對 Saling 好可愛喔 而且她不是選一般那種皮的基本款 她是用… 對 帆布的 Dora 怎麼樣 妳有什麼話要說 妳在旁邊坐在那邊眼神怪怪 沒有 因為她就是雖然都不會 就是特別去買很貴的東西 可是她就是會 假如她現在身上白色這件衣服 她就會紅色紅綠藍店 只都各買一件 還有什麼都要買 所以是那種比較出手闊錯 她不是說一次花三萬塊買一件衣服 她是三千塊的衣服 但她買十件 她都不一樣的衣服 也是三萬塊 走這個路線嗎 同學覺得妳這個 很出手闊錯這件事情覺得 會老嗎 覺得 其實這家裡教育不大一樣 因為媽媽就是這樣買 所以我就覺得沒差 我告訴妳 她腳上穿這雙鞋子對不對 因為她家裡面有300多雙鞋子 真的嗎 我覺得有可能喔 對啊 是不是 她點頭耶 她真的有300多雙 對不對 300多雙鞋子 很誇張 好… 一年穿一次啊 天啊 每個禮拜 我們之前一起上那個舞蹈課 她每個禮拜都穿不一樣的鞋子 天啊 所以妳這個牌子的包包有幾個 這兩個 這兩個 聽說妳衣服都不一樣 上課是不是 每一天 每天都要不一樣 所以衣服都穿一次就丟掉了嗎 就是放著放很久 可能明年後年才會再穿 要不然就直接送人 因為衣服太多選擇 她的衣服送人的次數 我們都送人 她是直接送人 拿去送人 真的 我覺得這件我好像穿得下 送給你… 送給你 她就要送給你 真的喔 好大方 妳的鞋子我覺得我好像也穿得下 送給你 我喜歡妳的包包啦 沒關係… 好… 感覺很好相處 個性很好相處啊 對 很好相處 對 所以我們只是要她的東西而已 只不過就是這樣 怪怪 好 歡迎妳喔 謝謝 第三位是鐘凱的朋友 鐘凱 形容一下你的千金好朋友 我跟他是從高中認識到現在 然後他是個講話非常直 非常衝的一個人 然後舉個例子是 他曾經有個朋友 有個男生在追他 然後他就跟那個 他女生的那個朋友說 這男生連摩托車都沒有 你還要給他追嗎 然後 對 他就有這種例子 是高中的時候講這句話 他是大學的時候跟朋友這樣講 可是其實是因為他覺得 一段感情裡面 麵包也很重要 他需要 他覺得朋友應該要 面對一下現實面 比較實際的一個千金 就是說摩托車的部分 可是其實現在很多大學生 也會去要求男朋友這些吧 對啊 對不對 請他出來看看 好 歡迎東吳大學社工系 四年級的李傑 歡迎 李傑 20歲 對 然後創業的前景 李傑出場時的笑容 實在是很難想像她說話又止又嗆 馬上來問問她 關於這項指控她有什麼想說的吧 你好 你好 好 我們大家來看她全身上下的打扮 有哪一點你覺得 有透露出千金小姐的氣息 包包又有什麼 有沒有 來 張浩 她戴著一個那個小畫家帽 然後看她這樣穿搭 感覺就是很有錢 每天坐在那個大草原上面 畫畫悠悠哒哒哒哒的那種 已經有大草原嗎 那到哪裡找大草原 而且大草原那個地是她的 對 感覺是她家的地 她有這個大草原 然後我還不能走進去 對 對 有這種感覺 她就散發這種氣息 因為同學好像形容妳是說 妳對譬如說這個 就是講話比較直接 然後人家覺得妳好像 比較看這種實際面這樣事情 妳覺得OK嗎 就因為我自己有這樣子的物質生活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妳是我朋友我當然想為妳好 我不希望妳未來後悔 所以跟妳交往一定要具備一定的 當然就是有時候遇到的 我也說不準 可是目前是應該 就現在選的男朋友 都是一定要經濟有點基礎 基本上是 她假如說她有一台摩托車 這樣可能不太夠對不對 假如是重機呢 重機 還可以 勉強的 重機勉強可以 好啦 可以… 可以 可以… OK 可能有她的堅持 對 她可能對不對 她摩托車她有時候怕危險 對啊 歡迎妳好 來聊一下 最後是TED的朋友 形容一下你的千金好朋友 她的外型就是比較艷麗的打扮 讓人家感覺她常常在夜店 但其實她有 家裡有門禁 現在比較寬 門禁是早上五點 不是… 太早了 平常十點 現在寬意到十二點這樣 十二點 來 歡迎她囉好不好 歡迎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系四年級的 小姨 歡迎 物流千金 千金小姐價值觀與常人不同 現場引發討論熱潮 好 經典的觀念認為你們都花錢如流水 對經典毫無觀念 你們承認嗎 因為家裡教育不一樣吧 因為媽媽從小就是這樣買 所以我也覺得這樣買沒有什麼 但是他們都隨性的 把白色的名牌包放地下 我哪 是不是大型 你坐飛機有坐過經濟艙嗎 還是有啊 會是坐經濟艙啊 經濟艙是怎麼樣 就是把… 好 歡迎建國科技大學美容系四年級的 小姨 物流千金 二十二歲 好高 真的好艷麗喔 小姨果真是像朋友所形容的 是位相當艷麗的千金 但不知她本人對這個形容 會有什麼樣的想法喔 妳好啊 小姨 全身上下有哪一點散發出千金小姐的氣息嗎 來 整個就是千金的感覺 雅莎妳打叉代表說覺得還好 不是 因為 我覺得她的頭髮布丁頭有點嚴重 就是千金小姐應該不能 因為我錢可以長出去補爛吧 千金小姐妳認為不能有布丁頭 就是這應該對她們來說是小錢 OK 所以要常染對不對 好 另外擁有 也一樣擁有布丁頭的心儀 布丁心儀 對 心儀 我最近比較忙 對不起 沒有… 我們沒有誤認妳是千金小姐 不要… 不要再一直說我布丁頭了 好了…請 好苦喔 我覺得她的手鐲 那個玉鐲不得了 對 你看還有這個 這些都鑽石的感覺對不對 但是聽說妳的朋友誤會妳說 妳都比較跟有錢人交往這件事情 對 他們覺得我可能就是只跟高富帥 結果事實上是 但是我其實我叫的男朋友 都不是高富帥 矮窮 真的有沒有矮的 然後有那個 什麼矮窮 矮窮 矮窮有這樣講人家了嗎 高富帥的另外一種 然後也有小白臉那一種 就是我可能要養他 帥的 辛苦… 對 太辛苦了 所以他不是只看人家的錢 對 都有啦 對不對 不一定講求門當務對 好 歡迎妳 大家慢慢聊 謝謝 好 這個其實我們大家對於這些 譬如說千金小姐 大家常常有一些刻板印象 誰人金錢觀念 大家覺得他們是不是 花錢如流水 對金錢毫無觀念呢 大家真的覺得是這樣嗎 他們對金錢毫無觀念 亂花錢 圈或差 因為我認識 我很好女生朋友 然後她一個月刷 她有二十幾萬 然後還覺得就是嫌不夠 然後她 就像她坐那個 就是高鐵 就像我們坐計程車一樣 然後她在亞洲去坐飛機 就像我們坐高鐵一樣 就她可能說 現在心情不好 然後隔天就直接飛去日本這樣子 就是隨時飛去完 然後她手機就APP訂那個機票 然後有一次她跟我說 她去清明節掃墓 然後覺得心情不好 就從台中坐高鐵坐上來 然後直接飛去香港玩 佳恩 就我有一個千金朋友 就是每次去跟她吃飯 她到餐廳她就會點 就是她覺得看順眼的就點 我有吃就跟她說 那妳這樣吃得完嗎 她說沒關係 反正我付得起 結果我就覺得這樣子 不僅浪費錢也浪費食物 但是就針對這一點 請問一下四位同學 就是說金錢觀念認為 你們都花錢如如有水 對金錢毫無觀念 你們承認嗎 圈差 當然是全盤否認的 王榮妳的金錢觀 我覺得是因為家裡教育不一樣吧 因為媽媽從小就是這樣買 所以我也覺得這樣買沒有什麼 不對 不對嗎 不…她就接妳的話 妳怎麼這樣 妳直接就說 沒有什麼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家裡都這樣 所以妳就沒有覺得 這樣有什麼不對嘛對不對 對啊 就正常 覺得大家應該都是這樣吧 因為妳製妝費感覺上 要花不少 妳有沒有大概估算一個月 製妝費要多少錢 如果是這個包包的話 或是我一看很久 比如說這個包包 我可能兩三禮拜都還真的喜歡 我才會去把它買下來 如果是夜市或是 什麼都是看到就喜歡就買 而且他們都隨性的把 白色的名牌包放地下 天啊 是不是大錢 對啊 她也不會拿那個包包送洗 她就是拿去送人 就是用完之後 但妳剛剛說 妳覺得那包包貴妳才多看 大概那個貴是多少錢 妳覺得是貴 8萬以上吧 好 所以7萬9你就收啦 什麼 看差不多吧 就是覺得 因為她可以用很久啊 對啦 可以用很久 所以就覺得沒關係 我們來問問看 妳自己最貴的包包大概多少錢 亞莎呢 一兩千 我真的是很省的那種 那黎潔妳呢 因為我真的覺得是 價值觀不一樣 還有家庭教育也是 可是其實另外就是 像是包包我也是會經打計算 因為我家裡是航空業 所以比較常出國 對 然後其實像包包 一個在台灣 因為我覺得名牌包都炒作得很高 可能一個要3萬8 國外退完稅不到2萬塊 對 我就會覺得 光是那個價差 聽起來都覺得差滿多的 然後買了以後回來 就會回來說 妳這包包很便宜耶 才1萬多 他們就聽到什麼這樣才 可是就會覺得 其實真的很便宜啊 妳們為什麼要這樣子 對 航空業妳們 妳坐飛機有坐過經濟艙嗎 還是有啊 會是坐經濟艙 是喔 對 經濟艙是怎麼樣 就把整個經濟艙包下來 我都… 然後他在經濟艙滾還滾出來 不會啦 也跟大家一樣坐 只是…可能有時候 旁邊會沒人這樣子 就是買兩個位子 就買兩個位子 就是會跟空姐說一下說 我可不可以 找一個比較 就是 對 因為我都會比較晚到 然後我就會說我可不可以 在那個旁邊有空位的地方 或是我想靠哪裡這樣子 所以空姐會認出妳嗎 就千斤來了 千斤好 會啊 有些會說 妳是不是常飛哪一個線 就是會在飛上就認得妳 那就是特別對妳好 有些會 會特別來關照妳 這很拉風 會不會因為妳要坐 然後把其他客人趕下去嗎 不是 不會到這樣子 她弄中音樂啦 沒那麼化妝 就是她會說 李小姐 您好 然後我今天知道是 就是有您來 然後我們有順便問一下 有什麼需要的嗎這樣子 可能會順便多問一下 OK 對 會多關心兩聲這樣子 因為大概知道 因為是自己人嘛 對 而且互相認識嘛 對 大家都是員工 不是因為說真的是怎麼樣 好好喔 因為我有時候那個飛機上很冷 要毯子都兩個小時還不給我 真的喔 他們太忙了就忘記 他可能說我要毯子 馬上就換蓋好 不然自己衣服都脫下來給她們幹 好… 不錯 待遇不錯 小一呢 妳的金錢關係 我是比較不會買名牌的東西 我通常不會買名牌 就是金錢關係的話 其實我就是 我覺得錢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還好 但是我覺得我不是在乎說多少錢 我覺得在乎的是 就是我跟妳的交情到哪裡 你們的其他的同學有什麼想要 幫他們說的嗎 對 就是他們剛剛全部都打差 你們覺得呢 還是說他們在騙人 是 就是像Amy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是國中 就認識的同學 然後我是 因為我們那個國中是私立學校 然後他們就是從幼稚園 就開始直升 可是我是從國中才進去 所以我剛進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就是Amy 她的那個鉛筆盒 小小鉛筆盒 她都用那個名牌化妝包 當鉛筆盒耶 然後就是每天都喝星巴克這樣子 然後就是 你說國中在喝星巴克 國中在喝星巴克 因為有一部分是因為 我們學校最近的飲料店 就是星巴克 但對國中生來說 國中生喝星巴克 那時候就是我就看 因為我才剛進去 我就看她這樣 而且她常常會 就像她剛剛念那個 就是英文 然後念很順 然後你知道我都是講台語的 所以就是她念那個英文 我都覺得 就是有點不太敢 跟她做朋友的感覺 可是就是眼默默的說就是 當那麼多年男朋友到大學畢業 就是都還是朋友 可是像 像後來我就漸漸的發現說 像她現在她也自己去找工作 然後可是雖然說 她本來應徵的說 是像翻譯的工作 但是老闆還會 叫她要照顧她養的狗耶 老闆把狗帶到辦公室去 然後那個狗就是可以 連續這樣拉三次大便在地上 然後她也就是在地上這樣擦 然後都沒有抱怨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她真的就是 趁時間到了 就真的改變很多 就是我會覺得說 可能是因為我現在是職場的菜牛 然後可能就是 在這間公司來講我是新人 所以老闆會這樣叫我做 那我就會做 但是其實後來發現 好像有點就是被赤定了 因為我後面來的新人 也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老闆不知道 妳家裡環境是這樣的 他其實 他在我面試的時候有算過我 就是因為其實我面試 也是穿這雙鞋 就想說黑色平底鞋看起來比較素 結果那時候面試完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妳家也很有錢嘛 妳穿得起這個牌子的鞋 然後他講話就會很酸 然後甚至就是在職場上面 他講話就是很酸 就是對我就會有點刻意這樣子 妳叫妳爸爸 千金被貼上標籤 但內心的難過卻無人知曉 媽媽是校長 所以暑假跟寒假才能見到 我一年如果能見到三次 我就要透露了 所以金錢也不是 可以買到所有的事情 會被老闆一直酸 有時候可能只是在公司吃早餐 吃個很簡單的火腿蛋 他經過他就會講說 好好喔 在這邊吃早餐 吃這麼好 一種就是講這種話 另外一種就是說 妳吃火腿蛋喔 沒想到妳這麼尊貴的嘴 因為吃我們這種 賤名吃的東西 你叫你爸爸把他的公司買下來 對啊 可是爸爸也會覺得說你是新人 所以吃點苦是應該的 像大家都知道 你們家裡經濟狀況很好 會不會遭受一些冷言人語 或者讓你們很無奈的情況發生 被占便宜啊什麼之類的 會不會 有嗎 像我就是剛剛講的 在就是工作上面的時候 就會被老闆一直酸 有時候可能只是在公司吃早餐 吃個很簡單的火腿蛋 就是早餐店的火腿蛋 他經過他就會講說 好好喔 妳在這邊吃早餐吃這麼好 然後或者是可能因為 我朋友的咖啡廳應該在附近 所以可能有時候早上會去買 一杯可能是80塊 他就經過他就會講 他就說好好 一大早就喝80塊的咖啡 這麼貴 好有錢喔 他就會講這些很酸的話 怎麼會這樣啊 一個老闆合名啊 對 他會遇到這種有兩種 一種就是講這種話 另外一種就是說 妳吃火腿蛋喔 聽講的 你吃菜式的呢 有咖啡啊 你怎麼不是喝神仙水呢 我們這種見名喝咖啡 你也喝啊 對啊 對 有兩種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真的比較會 自己就會調適 就是自己就會覺得說 好啦 那就讓他講 反正講在我身上也不會痛 對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千金小姐的生活習慣片 有人會認為他們的身體 特別嬌貴 什麼都要最好的 否則就挑三拣四的耶 對 大家有遇過這樣子的人嗎 千金 有沒有 歡機吻 像我發現千金小姐 我有遇過幾個 他們都非常難養 就是像我對美食是非常研究的 所以我很會帶女生去吃美食 可是我真的遇到千金之後 我真的徹底的被擊潰 因為他們就是火鍋燒烤全部都不吃 因為他們就嫌身體會臭 然後路邊攤夜市擠的地方 沒有冷氣的地方也不吃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你們在這麼挑的同時 你們到底有沒有想過 那些非洲小孩都沒有東西吃 對 我就心裡 但我有跟他們講 對 最近胖一點 吃比較多 你有想過那些非洲小孩 都沒有東西吃嗎 我也想寄給他們 但是我體質吸收比較好一點 我們量力而為 量力而為 不要吃太多 但是這四位對於這一點 有什麼想要反駁的嗎 黃蓉呢 你是不是逛街從來不殺價 對 好可憐喔 不是…因為我自己打工之後 我發現其實做店員也很可憐 因為老闆訂的價錢就在那裡 你能殺你就不要去為難人家 因為老闆就一直訂在那裡 你還一直看到說 拜託殺50塊 可是人家店員真的很為難 所以想說就是同理心 不要去殺那個價 就是多少就多少 李潔呢 妳的20歲生的禮物 妳當時要求的是什麼 那時候其實我沒有要求 可是家裡 因為我是 我不是台北人 然後家裡覺得 台北交通很危險 然後就想要買一台車給我 然後其實也買了 對 可是 就是我就覺得說 不想要開車 就是覺得這樣的同學會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想跟大家一樣 我就說不要 我也要騎機車 就是騎機車大家都騎機車 家裡要送妳汽車妳不要 妳想要機車 對 他們都已經買好了 然後我就是死不去學開車 我就說我不要 我說好 我好可怕 然後我可不可以騎機車 家裡說妳那什麼邏輯 開車很可怕 妳想騎機車 然後後來就是 還是有買給我 然後我騎機車的時候 同學都很訝異 對 然後我第一次騎的時候 就是 然後就跟同學打招呼走路的人 他們還 我打三次招呼他還說 然後我就整個很驚訝 然後其實我也覺得 就是騎機車還好 可是真的我覺得 家裡會比較關心我們 就是肉包給鐵包肉的問題 真的是會有差 其他朋友想要幫他們說些什麼嗎 鐘凱 像李傑他一年出去很多次 可是其實他也很多次去做 志工 而不是都是去購物 參加公益活動 就公益活動 這個照片就是去 這是今年六月的時候 去柬埔寨的時候拍的 對 然後其實我17歲的時候 就被遠見雜誌選上 當那個慈善大使 然後去做交流 對 然後這也是當地國小 就是最大的校長 然後我就會帶屋子去 因為我自己本身 其實有在當英文家教 然後我也會就是教導 就是我的家教小朋友說 就是其實還有很多 跟你們一樣年紀的小朋友 然後其實現在 就是也正在餓肚子 跟剛剛寬紀元講的 很多非洲小孩正在餓肚子 然後我說 其實你們有一些不要的衣服 或是文具 你們可以給老師 老師幫你們帶過去 然後就會覺得說 因為家裡覺得我們就是 取之以社會 當然要還給社會 所以就是也常出國 也不是說就是在購物 就是常常也是 像這個是去印度 對 然後就是去印度的村落 然後是去 也是給物資 然後也給一些 就是生活用品這樣 然後還有教導一些 當地婦女的衛教知識 好正面喔 正 OK啊 這個很棒 對不對 然後Dora 黃蓉她也是 因為之前看她有時候 會打卡說她又要出國 然後我想說 一開始還不太熟的時候 想說她幹嘛一直出國 結果後來知道 因為她媽媽是校長 因為她們學校有在海外 有一些學校 她媽媽就是幾乎都不在家 就是黃蓉其實是 她出國都是去找她媽媽 為了見家人 對 就是她 千里尋目 她幾乎很少是為了玩 然後出國 真的就是去找媽媽 然後有些人就會誤會她說 不就很有錢這樣 然後媽媽是校長 所以暑假跟寒假才能見到 我一年如果能見到三次 我就要透霄了 最少是根本見不到 可能兩年才能見一次那種 那真的很想她的時候 永遠又見不到她 所以就是 真的很想…的話 就沒辦法就是可能請假 可是我只能去齊田就要回來 那種 所以金錢也不是 可以買到所有的事情 對不對 爸爸就變得很忙 對啊 像我在每天回家 都是看到我老媽 我看到她我就說 媽 你有時候可以出去走走 那幾日大都被你連處 我給聽到煩了是不是 你知道嗎 你看人家一年 怎麼見個媽媽兩三次 對 要媳婦 要媳婦 對 要愛媽媽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討論這個 很多人覺得說千金小姐 講話好像有股傲氣 所以我們要討論的是 個人態度篇 然後她覺得說 她們行為超自我 講話超直白 不留餘地 大家有這樣覺得嗎 千金小姐 超直白 凱凱 來 我有一個朋友她是跟千金交往 然後那天千金喝醉了 在凌晨四五點的時候 說想要吃薯條 可是因為麥當勞那個時候 已經開始賣早餐了 就是沒有供應薯條了 結果那個千金就大發飆 於是我那個朋友 他就還花了三千塊 然後就賄賂那個店員說 拜託可不可以幫我炸薯條 拜託… 然後那個店員 終於被他賄賂了之後 他把薯條帶回家 然後那個千金說 千金家境太好 反而讓他們侵入坎坷 就其實他們看到我第一印象 就覺得我一定要喜歡那種高富帥 雖然說 對我的有那種高富帥 但我不是那種喜歡 就是都靠男朋友的人 現在是講實話還是做形象呢 我是說真的 我的朋友他可以做真的 唯一介紹我的人只有他而已 憑良心講 你是不是很喜歡他 他有沒有曾經出現在你夢裡 老實說 沒有 騙人 真的 那個店員終於被他賄賂了之後 他把薯條帶回家 然後那個千金說 就很誇張 這已經是公主病了吧 這已經有點嚴重 對啊 又喝醉 他開始我了 好拍 我要講凱凱 就是之前有一次那個 之前就是我在Instagram上面 拍一張我之前生日的時候 然後去吃那個牛排的照片 然後它那個牛排是40盎司的 然後我就很開心 對 它40盎司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我就拍一張照片 可是因為它是 它的那個形狀 就是它的擺排盤方式 有點像夜市牛排這樣 然後結果凱凱就看到之後 她就留言說 那也看起來太難吃了吧 然後我就有點受傷 我就說不要以貌取牛排這樣 然後結果… 然後結果她就說 妳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怎麼樣的人 哪有啊 沒有 所以凱凱是這種人 對啊 妳到底是 對啊 沒有 我現在還有 我可以馬上看Instagram給妳看 好不好 有有紀錄的 沒有 我應該是亂講的 你講講 我沒有講 好可愛 我沒有這樣吧 對啊 她誤賴我啦 你是不是還要控訴她 買Ed Hardy的事 對 就是她之前 還有買很多Ed Hardy的衣服 然後那時候大概是 不知道一兩年前吧 然後她就買了很多件 大概幾十件有 然後那時候Ed Hardy一件T恤 也滿貴的 很貴啊 對 然後她後來過一站子之後 然後她就全部都賣掉 就是在網路上面她就自己拍 然後就是說 她就說 那我現在要賣這個衣服這樣 一件賣幾百塊這樣 然後從旁邊 就別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有說 那妳這些不是以前買很多 怎麼現在都要賣掉這樣 OK 對 因為不喜歡了 對 好像是高中那時候還滿流行的 然後去美國 美國的Ed Hardy比較便宜 所以我去美國的時候 就大量收購 可是現在我不要 就是不喜歡穿了 我也沒有丟掉啊 就是我也是幾百塊就把它賣掉 我至少沒有把它丟掉吧 會不會常常這樣 然後因此被人家誤會 對 是不是 李傑 李傑 就會被誤會 像我們自己在桃園 就是我們住的是透天 然後就有同學來我家玩就說 好好喔 你們家有自己的就是 就是五層樓 然後就是不用跟人家共用公寓 會怕吵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說 我羨慕你們住公寓耶 就是可以坐電梯 我覺得爬樓梯好累喔 然後就直接被翻白眼說 你現在是在炫富嗎 不是嗎 沒有 我就真的覺得 其實助公運滿好的 因為 其實你是真心的羨慕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爬樓梯很累 尤其是如果你有腳受傷 你就知道 會很… 你要躲著爬樓梯 然後沒有電梯真的很累 對 沒有跟爸爸撒嬌說 家裡面裝一台嗎 裝電梯啊 我有提議過 我爸說 我爸說不可能 因為整棟社區都沒有人這樣裝 小儀 我就是我講話會比較直 就是可能如果我的朋友 他今天可能穿了 比較不適合的衣服 我可能就會跟他說 我覺得妳這不OK 就是麻煩妳換一件 不要傷大家的眼睛 可是他可能會覺得我這樣講 很白目 可是我覺得 我也是顧及他的面子 因為我這樣跟他說 總比他去外面被人家嫌棄好 可能就停在這兒 就不要接後面那句話 他可能就妳又幫到他 又不會傷到他 對啊 會比較適合妳這樣 對 說話的藝術 對 是不是 Emi妳也會這樣嗎 說話被誤會 我自己其實還滿常被朋友說 講話太直 對 但是也不是說我不動大腦 其實可能是因為我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比較直來直往的個性 就是人家有好或不好 我都會直接講 然後我也會把我感覺直接講 其實比較深刻的例子 其實問Emily就知道 對 發生什麼事 她說妳嗎 因為我就 就是跟我現在這男朋友 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就很開心 就想說跟好朋友分享 然後就跑去跟他講 還特別約他要吃一個 就是下午茶這樣吃 然後我才跟他講說 你知道我跟就是他在一起 然後… 要開始一直講… 然後我講一大堆 他只回我一句說 那他這樣子 然後我突然我就 什麼都不想吃了 我就覺得 我只是想要聽 就是跟妳分享 可是他就會質疑說 我是不是 就是這個男的給我什麼 好像我是因為 這個男的可以給我什麼 我才要跟他在一起 的感覺 然後是後來說 就當下我心情滿不好 但是回去就想說 其實他也是 他可能 因為第三者原因 就比較客觀 他還是可以 就是希望 不希望我受到傷害 然後希望我說 還是保有理智 只是他一開始 那樣講話的方式 就是對於那種 戀愛重婚頭的人來說 真的就是有點 脫了一個一次而已 對啊 對啊 結果後來那個男生 後來有紀律在一起嗎 還是要給人什麼 到現在還在一起 就是兩年都還在一起 來 妳現在就嗆他 他給了妳什麼 妳說 他給我很多的快樂 對 對 他送錢買不到的 快樂是最重要的 很重要對不對 而且有些東西 他們也幾位比較難買到 對啊 早知道對不對 其實我會那樣講 怎麼樣 我會那樣講 並不是就是覺得說 一定要很物質或什麼 只是以一個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講話很直 不太會修飾的人 你覺得剛剛Ken哥那個千金難買 找得到很好笑嗎 這是一個好笑的笑話嗎 很實際 對啊 千金難買早知道是真的 但是妳是很討厭別人送禮物的 為什麼 我不太喜歡人家送禮物 因為我會覺得物質的東西 就是只要有錢就買得起 但是如果是妳的心意 我覺得就很夠了 就是如果可能是生日 或是一些特別的節日要送禮物的話 我會寧可就是妳寫一張紙條 寫一張卡片 對我來說 那才是最喜歡的東西 這個真的是還滿輕輕的想法 還滿厲害 還是說人家 因為反正妳什麼也都不缺 人家送妳這個妳就覺得 這也不是我喜歡的 還要處理掉麻煩 對啊 妳乾脆就送我卡片 那倒不會 會收下 可是一開始可能 以前比較不懂事 講話不太會收事的時候 就會跟她講說 太直 對 但是其實我只是好意 我覺得說不需要浪費這個錢 妳只要寫一張卡片給我 我就覺得很滿足了 接下來我們要調論到這一點 是大家都很關心的 就是感情篇 千千小姐的感情路曲折 總是找不到真愛嗎 大家有這樣子覺得嗎 圈或差他們找不到真愛 家恩 就是我有一個 家裡滿有錢的簽名 她家做房地產 可是她就是跟我同年 可是她已經結婚兩年 然後她的老公比她大14歲 他們是因為家族企業的關係 所以才結婚 可是她的老公 其實對她就沒有很關心 所以她其實有時候都會 因為她們住美國 所以她有時候就會跟我說 就是她其實有時候 看老公一直出去這樣 她也覺得 她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感情 她其實很難過 而且她又才二十幾歲而已 但這個我們要來看一下 就請問一下四位 你們會因為家庭的關係 導致自己感情不順嗎 全部都順 真的 小姨妳外型條件那麼亮麗也會 對 妳為什麼 就其實他們看到我第一印象 就覺得我一定要喜歡那種高富帥 可是雖然說 對我的有那種高富帥 但我不是那種喜歡 就是都靠男朋友的人 就是我覺得不一定 我喜歡就是獨來獨往 就是如果要去一個地方 例如我媽要約吃飯 約會什麼的 然後她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去接妳什麼 但我不喜歡 我會覺得我自己到就好了 就是妳也可以 妳就自己到 妳不用來接我 因為我覺得妳這樣子 跑來跑去很麻煩 現在是講實話還是做形象呢 我是說真的 我的朋友他可以坐正 Ted是這樣嗎 Ted 他就是這樣子嘛 他常常坐公車 你們現在是… 不是 唯一我給人家接送 就是因為我不喜歡麻煩人家 只有他會載我而已 對 而且我騎摩托車載他 真的喔 對 Ted 我們憑良心講 你是不是很喜歡他 我已經認識很久了 想要追求他 是從國中到認識到現在的好朋友 對 假如今天有一點小儀跟妳說 她想要跟妳在一起 妳會答應嗎 不知道 她應該會先打我三拳吧 應該不會 她說不知道 她說不知道 沒有 她的女神是那個蔡依林 所以不可能 每個人都有女神 可是跟交往的無關 對啊 她有沒有曾經出現在妳夢裡 老實說 沒有 騙人 真的 想像畫面妳 是好朋友 真的喔 對 她喜歡的是男生 對 她喜歡的是男生 欣欣小姐幫別人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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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沒有曾經出現在妳夢裡 老實說 沒有 騙人 真的 想像畫面妳 是好朋友 她喜歡的是男生 真的 對 她喜歡的是男生 她喜歡男生的成分比較多一點 所以 欣欣小姐幫別人出櫃 都是好不留情的 什麼事 好不留情 妳們說話可不可以晚轉一點 妳們從事亂時間 我真的不要說謊 我不能說謊 真的 我們這個節目是全世界在看 妳就這樣子幫她從櫃裡面 拉出來 因為她剛剛來的時候 她就一直跟我說 誰…好帥喔 然後我就說 她說我可以跟她拍照嗎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好… 她就說史丹好帥喔 然後就像她跟我說 我要跟張皓拍照 我說好… 妳等一下可以跟她們拍照 好啦 妳們是皓姐妹OK 好啦 私底下就這樣子朋友 好啦 事情變這樣 這個發展太出乎意料了 妳有講到 連接到前面講了 她們說話真的滿直的 很直白 OK 對不對 其他人也有因為這樣子感情不順嗎 Amy不順 我的話其實是因為大部分來講 就是比較沒有人敢追我 就是大家看到我就會覺得怕 然後有距離感 唯一交過的一個男朋友 也是因為在一起兩年之後 她出國唸書 所以其實也是跟環境有關係 然後出國唸書 後來也是維持了快兩年 但是也是因為 也不能說劈腿 但是後來反正就是 因為一些環境因素就分手了 所以其實如果說環境的因素的話 也算啦 家庭因素的話 是爸媽反對嗎 不是爸媽反對 是因為就是 其實她們家的環境也不錯 所以她才會出國唸書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就變成說我們兩個分隔兩地 未來交往的對象 如果比如說考慮走路婚姻的話 會不會考慮到一定要門當戶對 其實不會耶 來 然後其他幾位 其他一組要辦好不好 會嘛 會考慮到門當戶對 都不會 還是自己這樣覺得 但爸媽不定這樣覺得 對啊 爸媽 我們問爸媽會不會要考慮門當戶對 好了 不會… 也都不會 都不會 怎麼跟偶像圈演的都不一樣 對 我爸都會說妳帶回家來看 我媽都會說叫回去帶回來 沒關係 就認識…大家交朋友 那真的有帶回家嗎 有帶回家 我媽就是跟她當朋友 我哥也會就是那個 所以也不會問說 對未來有什麼規劃還是什麼 會去解決她這個人 到底有沒有上進心 我媽覺得上進心很重要 Dora 就是像黃龍 她之前有一個就是 難得她喜歡的人 然後好像有在要追她 結果赫然被那個男的發現 她家很有錢 她就直接覺得這個很難養 就不追了 然後害她難過超級久 然後其實她就是那一種超重感覺 就是反正她覺得 這個男生對她很好 她就會一秒融化 她就是內心住著一個小少女 在奔跑 她就是 就是只要對她很好 她就會馬上融化 我真的是看到都快氣死 然後很想幫她貼電話要徵婚 妳可以為了這個男生 而放棄掉這個富裕的生活嗎 可以啊 因為爸爸媽媽也是白手起家 所以我覺得這沒有什麼 而且繼承 但是爸爸媽媽其實不是我們的錢 沒有必要去 因為我家裡怎樣就怎樣 可是 不是他們的錢 可是這樣子妳每一天都要穿 同一套衣服 不能一個顏色都買 沒關係 沒關係 對啊 每一天要穿同一雙鞋子 OK啦 今天我們聊了滿多的 大家對於這個千衣小姐 一些刻板印象 因為哪一些地方 你們自己覺得說 有稍微改變 大變 亞莎妳覺得 對 其實上述的幾個我都覺得 沒有改變 但是就是愛情觀這地方 因為我會 之前會覺得說 他們應該真的就是要找門當護隊 或者是要真的是付得起他們錢 或什麼 其實後來我發現好像不是 對耶 對 你看 我跟妳講 最貴的東西都是錢買不到的 真的 健康買不到 還有親情 親情買不到 你看她家裡面很富裕 一年可能只能見爸爸兩次 見媽媽兩三次 對不對 還有什麼 感情 他們空窗四五年了 對不對 所以說 真的啦 就是 很多東西 對啊 因為很多東西 我們可能就是看一個刻板印象 對啊 然後就會去誤會別人 真的 好 今天要非常謝謝四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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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